這樣可以了嗎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一早議員李永宏與社區婦女 一起學習製作傳統的櫃 大家在歡樂的氣氛中 提早度過這具有深度 以及有意義的母親節活動 可以來祭拜這個活動 除了母親節來祝福我們 所有的媽媽母親節快樂之外 能夠進一步 遇驕娛樂能夠實際上做櫃 大家做得開心 下禮拜是母親節 所以我們社區就是先提前舉辦這個母親節 就是給他們來做五十塊櫃 看著社區民眾一起出動 要做出好吃的傳統櫃來 展現出石川社區強大相信力 也因為要將成果分享給社區弱勢家庭 參與的民眾是非常熱絡 在地議員為了肯定社區能夠親住母親節外 還能夠協助弱勢家庭 也都至現場致詞鼓勵 並建議全者單位 多鼓勵其他社區也能夠辦理相關的活動 在這裡困難的社區 對母親的重視 讓我們地區的社區的母親 要感受到社區對他們的愛好 能夠做到社區關懷的社會照顧的目的 我相信這一舉三得的這種活動 我們希望未來我們政府能夠多多鼓勵 主辦單位表示 這次慶祝母親節活動 共製作出一千多份的傳統櫃 一部分除了給現場的民眾一起分享外 大部分將全部發給社區的弱勢家庭 希望大家在歡度母親節佳節時 社會瀰漫一股和樂溫馨的氣氛 明星王黃一淮 超頓採訪報導